演了多年女主 归来仍是爱豆 恭喜居景仪 又用一部古装剧 奠定了自己的花瓶主位 看完花杰六 终于不用再对她的表演 抱有任何期待了 因为居姐不管演啥 都是在演她自己 这部剧刚开播的时候 还请会整国各种恶女的魂姐 好你痛刷屏 结果一打开这部剧 美妆博主穿进了古装剧 是一种不顾人设 不顾剧情 不顾其他人死活的美 还是似曾相识的妆容 铁打的胎毛刘海 美得毫无新意 美得毫无灵魂 滤镜一开 跟其他人都不在一个涂层 万年不变的不止妆容 还有她对于表演的态度 只想自己美美的 其他的都不重要 站在屏风前扭来扭去的 展示自己的美貌 不知道的 还以为她下一秒要打歌了 因为需要顾及美貌 因为需要保持形象 她的所有表演都不敢放开 全靠美貌 嘴巴和小动作 为什么 因为动作幅度太大 发型就乱了 面部表情太丰富 拍出来就不美了 有情绪的时候 表演痕迹特别重 多亏了这两条美貌 承担了80%的戏份 小动作简直不要太多 随时随地扮可爱 嘟嘴 模式化的笑容 笑得跟小人得志一样 可能居姐真的觉得 这样眯眼笑很纯郁 很好看啊 但是最大的问题 不只是她的表演 要为美貌让路 是她对角色的诠释 也要为美貌让路 刘学义在对角色表现 提出建议的时候 她全程当个木头人 情绪 我是不是应该就是 最后是要这样 你赶紧 你把什么知道的 赶紧怎么教出来 她最后她说那个就是死 就这样 我觉得最后我俩看她死 太镇定了 我们来睡觉 我们来睡觉 告诉我 究竟是谁知是你那块 说呀 说 告诉我呀 说 剧里的这个片段 还是男主出现幻觉 正好同时展示了 两个人的演技 大人你看着我 你看着我 大人 大人你看着我 你看着我 潘云 她是故意激动你的 你冷静一点 潘云 杨采薇和上官职 一个是淡然坚韧 一个是嚣张跋扈 但居静依演的是第三种 古灵精怪 甜宠少女 居静依饰演的女主 是既想要她的美貌和家世 又想要她的断暗能力 但两者明显是冲突的 杨采薇从创建之戳 就是那个要牺牲掉的工具人 让他们换脸 不过是美貌上的上官职 合理侵占杨采薇的内核 但是她强行占有了杨采薇的特质 却理解不了这个角色 也共情不了这个角色 或者说她不在乎 眼上官职 演恶毒的美丽 演杨采薇 演活泼的美丽 因为她真正想展示的 是她自己 展示她五官用力 表演努力的样子 展示她的新人设 展示她的新装造 最终的目的 还是想展示 丢不掉的美貌 一个尸体堆里长大的小孩 闻惯了各种异味 会这样对一碗药就捏鼻子吗 不合理的小动作 不合理的表情 那又怎么了 只要美貌不丢 其他都不重要 不是杨采薇 换上了上官职的脸 是居静衣的灵魂 穿到了上官职的身体里 扮演杨采薇 所以剧里 无论在哪个角度看 都始终游离在角色之外 在采访中 被问到男女主的共同优点 长 得 聪 命 哎呀这是 我也会说 好 美丽 从头到尾 脑子里就只剩下漂亮 她不在意杨采薇 也不在意上官职 她只要确定自己 可以在剧里 一直拥有美貌 这个标签 也原本身都不理解 自己的角色 又怎么去赋予她生命力呢 叶冰长出圈 不是因为她是恶女 梦艳神出圈 也不是因为她是配角 是他们的表演 给了角色鲜活的灵魂 否则再多华丽的标签 堆系在身上 尝试再多的人设 也只能是塑造 一个又一个精致的空壳 好了宝子们 今天就先说到这吧 咱们下次再见 拜拜